哈囉大家好,我是巧克白,歡迎回到原味生存 這個又跑出來對不對,我後面的這些道具啊 來,我待會結束的時候跟大家說這怎麼一回事 我先把它拿下來 今天啊,我想要把我家的所有塔都改成1.13可以使用的版本 那我必須先準備一些東西,等我一下喔 我先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啊,我又忘記騎馬了,怎麼會 欸,我覺得我的馬場應該要蓋在這裡 就是我走到這裡的時候,差不多會想起 欸,忘記騎馬,然後我還可以進去騎 我要帶大家去的地方是那邊,喔真的有夠遠的 我們上一集不是在玩那個保留區域的遊戲嗎對不對 就是我說,它會保存到500,然後再加上那個邊界的truck 其實仔細想想,它其實就是512啊 因為500的邊界一定不可能是truck 那它保存truck的話到這裡一定就是512不是嗎對不對 所以我就到那個1000多那邊去測試了一下 的確喔,保存區域的時候是以512為單位 所以在1000那邊就是1024,小於1024內的都算同一個 那只要一超過1024就是到下一個區域去了 好,所以上一集口誤了,修正一下 每一個區域是512乘512 好,來吧,我們到塔那邊去 今天我打算改兩個塔就好 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邊那個庫弓塔,我想把它修正成 1.13可以用 因為它現在是會沉下去的對不對 我看一下喔,你們不要害我喔 好,沒有 嘿 我想要,啊,東西我都先放在這裡了 會用到這些東西 我先把它拿一拿 那看起來應該就知道我要怎麼做了對不對 我在想啊,以後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蟲蓋,而不是用修的 因為用修的話會有 切地方看起來好像有點多此一舉 欸,等一下 我的桶子是空的 為什麼我忘記撈水 欸,等等,這裡有 借我一下 我保證還你,相信我 撈了兩桶水 然後在這邊做個無限水源 我們來用修的吧 嘿 欸,我的意思是 用修復的喔,不是用燒的喔 好,我先把上面啊 這些告示牌全部拆掉 然後 嗯 裡面填滿 都是填滿水 把告示牌也換成水 這裡先擋住 不要掉下來了 嘿 這樣 好,我先上去囉 我要把告示牌拆一拆,然後倒水 OK 意思就是說 喔,好黑喔 什麼 我居然做這種事情 我沒有在這裡 放任何的 照明設備 來,就這個 要把它拆掉 然後 倒成水源 這邊也是 是 這樣就倒成水源了 以此類推 下面這些全部都要換成水源 OK,這樣就倒成水源了 OK,這樣就倒成水源了 以此類推 下面這些全部都要換成水源 畢竟這邊是我以前蓋的 所以我只能用修的方式了 我們來試試看喔 等等,我下去怎麼上來 恩 不管了啦 我想要在這裡放 阿那不 欸 趕快把它填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 這樣 然後 然後 放 這個 那這裡阿 我就放個 中繼器 這邊 這樣 然後我就要在這裡 放壓力板 我有沒有做錯阿 沒有吧,沒有吧 感覺起來應該要是可行的才對啦 我還沒有試過 可是應該要可以 我只要在這裡放壓力板 這個就會推出來 我就會被推到這一格 來,我們來試試看喔 我先放一個就好 這樣 唉唷 對不對 看喔 嘿 對吧 然後這裡阿 我就想要用水柱 氣泡柱 我做錯了 我真的做錯了 氣泡柱在這一格 所以要往那一格才對 可惡,我的預感是真的 我最近阿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更新的變勤快了 因為我 找到了一個新的平衡 這個待會再跟大家說 總而言之 我現在在玩那個伺服器系列對不對 就是我自己的伺服器 唉,我覺得阿 還蠻有趣的耶 如果你喜歡我的原味生存的話 可以看看我的伺服器系列 因為 雖然 很像原味生存 但是阿 單人玩跟多人玩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不妨可以看看啦 唉,好,就像這樣 會推出來 我就被推到這裡了 然後就會碰到這個氣泡柱就往上 所以這邊我想要用氣泡柱 然後我想想喔 給我一點時間 這裡放 靈魂沙 所以我只要這裡全部倒水就可以了 然後 不用擔心水 跑到這一格來 這一格 因為 當我這邊全部都放那個水源的時候阿 它只會流到這裡 它不會往下流 因為這一格被壓力板佔據了 水流是沖不掉壓力板的 所以呢,就會像 唉,我不能吃飯 不然我就沖天了 我想想喔 我就 我就 果然上不去了 救命啊 我把這裡全部填成水源 大家就知道什麼意思了 唉,我肚子叫了耶 其實阿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最近 更新的變得很勤快 很頻繁對不對 等一下 我放...這邊放得到嗎? 放不到 好啦,跳了啦 嘿 OK,好,可以運作 我最近更新變得很頻繁 就是因為 我找到了一個新的平衡點 就是我本來早上起來運動的時間 唉,我就乾脆拿來錄影好啦 所以呢,我應該 最近啦,幾乎是日更對不對 然後 未來,從一月開始 我希望我可以 兩天左右做出一部影片來陪大家 所以我很想要問大家 你們喜歡這個頻率嗎? 我以前都覺得 如果更新的太頻繁的話 好像會有點 影片來不及看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 我都沒有更新的那麼頻繁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耶 所以 請在影片下方告訴我吧 如果我兩天更新一部影片 這個頻率大家覺得還OK嗎? 欸! 它沒有幫我補存無限水源耶 等等,我說誰要還你的我忘了 對不起 怎麼辦 我從這邊撈一桶借用 先把它變回無限水源 好,這兩桶等一下要倒到那邊去的 所以這兩桶不能不見 啊,不對啊,不對啊 水要流來這裡 所以水會停在這裡 所以骷弓會停在這 啊,所以這裡要挖掉啦 這裡要挖掉,這裡要挖掉 讓骷弓往下掉 然後去踩那個 告示牌,不是 壓力板 這樣,好喔 我現在就是骷弓 這樣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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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有啊 啊有啊,跌下去了 踩到,推出來 喔,飛了 然後就掉下去 我現在是滿血 所以我應該 我SHUT按住不敢放 等等,那邊 為何 氣泡柱斷了 喔,我剛剛借用的那些桶水 我忘記放回去了是不是 好,那就再試一次囉 我要跳進去 然後往上 跑到這邊來 然後 掉下去就會剩下半顆心 欸,有的 好 這就是骷弓啦 骷弓就會變醬 OKOK 這個我們就簡單的修復了 再來我就把這兩桶水擺回去就可以了 燈 這樣子 好 關起來 來靜候佳音 欸有了有了有了 有一隻跑過去了 啊我看不到他 衝刺 他上去了嗎 有了上去了,有一隻 掉下來 掉下來 有了 喔 可以可以可以 應該是半顆心吧 好耶 好 接下來我要去第二個塔 啊就是你啦 這是 史萊姆塔 史萊姆因為現在會飄在水上嘛 本來就會了啦 那現在他進 在 由上往下的水流裡 但還是會往上浮 所以這裡我們也勢必得做一些修正 好 我先看看哈 這邊我做的這個門 就是為了要讓我從可以 可以從這裡上來 跳 有了 等一下喔你們先不要過來 先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我還沒關門 等一下 啊好痛喔 欸我又忘記穿裝了啦 關門 OK 我要先把裡面的水給吸掉 然後要用到的東西是這一大堆 沒有錯 這就是我最討厭的一種 一種塔 我超討厭漏斗礦車 就是放個熔岩塊 底下放漏斗礦車的那種 我超討厭 可是暫時先這麼做吧 我好想我直接把它吸掉 可是我桶子是空的 我先去把水撈一撈好了 把水吸掉 我想想喔 我要在這邊鋪 漏斗礦車 所以勢必要有 鐵軌 這個先打開 這樣 我要鋪九台礦車 可是我不要讓它接在一起 所以 這邊我打算 先鋪前面 這樣子 讓它先往前走 然後我再放這個 它就不會接在一起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的 好了 就是先鋪前後兩條 然後再放中間 喔 我的鐵軌 這樣 然後再把這些敲掉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 然後再放這些礦車 我超討厭這個欸 怎麼辦 真的要放嗎 好啦我們先將就一下 就放吧 嘿 喔對這邊要換玻璃磚 這邊要換玻璃磚 這邊要換玻璃磚 以免它跑出來 這樣 這樣子 然後上面啊 再放 這個 熔岩塊 我想想喔 要這樣嗎 好啦好啦 真的 心有不甘欸 我真的超級不喜歡 這種這種方式的 這樣的話 痘痘礦車它可以吸收到的是 上面這個完整方塊上面的掉落物 比如說像這樣 你看喔 丟 它就被吸走了 然後下面是漏斗 所以就會再被吸進去 我可以在這邊拿到我的肉 像這樣子 那 底下如果是漏斗的話 就不行喔 漏斗 沒有辦法吸收 完整方塊上的東西 好 所以我就把這一區 按到這個方式把它鋪滿 好了 把它封回去 OK 這樣就搞定啦 哎呀 好討厭喔 好啦好啦 我們就試試看吧 如果可以的話 就解決了 好了 快跑快跑快跑 跑啊 下去 關起來 關起來 好我去看一下 過來了嗎 過來了嗎 對就像這樣 然後我們就一直死敲敲 一直死敲敲 我等一下那隻大隻的 看它能不能順利的掉進去 然後應該就有東西跑進來了 這邊5 這邊19 好 坐等 有了這邊已經增加了 喔這邊也增加了 12 12 54 好啦好啦 反正我相信它可以運作的啦 就這樣吧 這個帶走 空了 好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座塔 那一座塔呢 我先帶大家去看好了 我突然想到啊 這邊我們不如把它放成 氣泡柱好了啦 這樣我就不用一直爬了耶 看著氣泡柱然後自己在爬樓梯 真的好心酸喔 就是這裡 因為豬人再也淹不死了 所以 這個東西現在是完全不能運作的狀態 所以啊我現在頂多就是把它改成 用摔的 把水收掉 然後讓 就像這樣 讓它摔下來 但是 因為 呃 這裡面會生一種東西 叫做小雞騎士 小雞騎士是會這樣慢慢的落下的 好法無傷喔 因為 雞本身有緩降的作用 所以呢 這座塔 我想要完全的重蓋 包括這個 我想要讓它稍微離地表高一點點 不要讓它直接貼在地表上 那這樣底下也可以走人 好 那這個我就下一次再來改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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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答應你們 我每次都說下一集要幹嘛 我根本不會做 所以不是下一次喔 不是喔 那我想要跟你們說一個 我很久以前說過的建村計畫對不對 我帶你們去看一個東西 喔對了 這個小雞窩 它的那個物品運輸方式是可以運作的 所以我暫時不打算改它 就是阿 這邊不是有那個 我家旁邊這邊其實是有一條河的對不對 可是它居然已經乾枯了耶 我不知道 一開始就乾的還是怎麼樣 反正它現在就是沒有水的 然後我家的另一邊 我還是帶大家去看好了 就是在這個山谷 這邊 這邊是有一個 池子 神秘的池子 然後這邊就是一條河 在這個橋的下面 然後那邊又是一個池子 所以阿其實我以前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把這邊打通 讓它真的變成一條河呢 尤其是在那個 1.19 船有雙獎 那個叫獎沒錯吧 哇嗚 衛河在那邊 它為什麼不飛高一點呢 這樣豈不是 直接讓我打嗎 我給你機會你飛高一點 我真的給你機會 欸你步嗎 然後我現在是沒有那個 投擲性的武器的對不對 我跟大家說 來來來 我早有準備 我們可以用這個 因為它其實 笨笨的 啊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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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這樣應該可以了啦 就這樣吧 這樣 我們就放一些這個 它不知道這是蜘蛛網喔 它不會閃 它在哪裡 好來吧 我們就跟它站在對面 它就會衝到蜘蛛網裡面 黏住 啵啵 就這樣 所以 我沒有投擲性的武器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打的 嘿 檢查一下 還有沒有別隻 欸還有 好險我檢查 來來來 我在這裡 欸很好吃欸 你怎麼不來 好啦因為我沒有帶弓 那就算了吧 如果它等一下真的又 下來弄我了 欸來了 來得及嗎 過來這裡 欸來不及欸 我暫時先仰賴一下這個 啊 你別死 我求你下來 讓我掠奪一下 喔 灰飛煙滅 什麼也不剩 好吧 自從1.19 欸1.9 有那個雙獎之後 我就更加深了我這個念頭 那現在1.13不是有新的海洋了嗎 我又有新的idea了 我們不如啊 把那個 河流這樣打通之後 穿過 我們家這個造證計畫的平原 我其實一直對這一大塊土地 是一個平原耿耿於懷 一望無際很人工啦 就是很人工 欸有鮭魚欸 所以啊 我想要把這裡 製造出一條河 喔我最討厭下雨了 好黑 該不會想要打大雷雨吧 我們就在這裡 放 一條水 什麼 水道 那叫做 反正就是很像運河的感覺啦 哇 應該不會生什麼奇怪的東西吧 就從這邊這樣挖進去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 沿著峽谷的邊緣 欸你怎麼過去的 我稍微挖一點點示意一下 欸你們會不會覺得我現在講話很好呆啊 因為 我真的有試著很努力的 讓自己說話不要太快 所以就會變成像現在這樣有沒有 就 刻意的說話慢慢的 其實說這就是一條河 往這邊流 然後從這邊跑出來 等一下先擋住 所以啊這邊未來可能會出現一條河 在我們家這邊 我身上是滿的嗎 哎呀居然 那以後要不要出現第二條河 就是往這邊走 我們就再看看 那如果這邊真的有河之後啊 我們想要跨河的話 我們就要蓋橋 所以 以後我們這一片大平原 就不只是平原了 它有可能會是一個河 還有一個 有水有橋的城鎮 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們下一次就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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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下一次 大家應該已經習慣了吧 反正啊 以后我说到下一次的时候 你们耳朵就要打开另外一个频道 就是一个开关 就是进入一个左耳进右耳出的一个概念啦 所以我说下一次怎样怎样的时候 你们就要一耳听进去 一耳跑出来 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在下一集出现 好 所以啊 以后我想要让我们家出现新的河流 这个是我从1.9以来就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哦 最后呢 就是我手上的这些东西 是怎么回来的嘞 就是这四个东西 因为呀 哎怎么笑不去啊 因为呀 我上一集不是开了新地图 然后把区域复制进去吗 其实当下我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 就是我用1.12开新地图 然后升到1.13 再把区域复制进去 不过当下我知道我做错了 我只是不想要让那个录影中断而已 所以呀 应该是要用1.13开新地图 然后把1.12的区域复制进去 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上一集呀 我录完影之后我就重新弄了一次 就是等于是我上一集的记录 在录影结束之后 我砍挡 然后重新玩一次上一集的记录 然后我就没有死翘翘了 所以这四个就回来了 好啦 公平起见 我还是把它扔了吧 我看一下哦 锋利5掠夺3耐久3 然后 销利5耐久3 啊 我的修补对吼 我的修补 好啦 销利5耐久3各种东西 好 拜拜 就当做没有了吧 好不好 这样应该OK吧 最后呢 还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最近一直在玩伺服器系列 对不对 我真的玩得很开心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原味生存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那个系列哦 它让我找回一种很 很棒的感觉 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看看哦 OK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是小克白 我们下一集原味生存见咯 拜拜 拜拜